我们来谈谈元宇宙 元宇宙现在大家都要做元宇宙 这次CS展的重头大戏就是元宇宙 现在谁也要做元宇宙的 林百里 林百里说我之所以要缘元宇宙 是因为在一场拍卖会上给了我灵感 到底是哪一场拍卖会给他灵感呢 跟拍卖关有关吗 跟很漂亮的拍卖关有关吗 另外除了林百里批元宇宙之外 高通 车用 吸引VOL等大厂 元宇宙也要成为他们汽车里头重要的一个配备 特别是元宇宙微软还因此而找上门 所以车子也要元宇宙 所有的3C产品都要元宇宙 现在元宇宙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朱老师 没有错 真的就广达来说 就林百里来说 不甘长时间就是为人坐驾做代工 当然希望有机会出头 所以这一次林百里 打破以前的惯例 他以前其实很少会主动出来讲这么多 关于他企业的布局 但是这次真的就跳出来讲了 其中大家看到这一次的元宇宙 其实有很多商机 但是就整个广达集团 我分析大概可以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我把称为元宇宙的军火库 怎么说呢 元宇宙是不是都要用到很多的伺服器 大家都知道广达是做伺服器的大厂 可是大家可能比较不清楚 广达其实他最主要的伺服器是谁 是他旗下的这一间云达科技 因为他没有上市 所以大家对他比较陌生 可是这家云达科技有多厉害 我们就实际销售数字来说 全世界大概每七台伺服器 有一台是他做的 如果单纯就以这个大规模的 数据营运中心 像譬如说像脸书 像Google 是不是 现在大家都进去元宇宙背后的资料中心 很重要 如果只看这个部分 他的市占率更超过五成 你就知道他有多厉害了 云达科技 这只是其中一个军火库的部分 刚刚讲到说这个林百里 为什么会对元宇宙有兴趣呢 突然之间兴趣浓厚 对 原本他其实是很早就跨入这块 可是过去没有想到那么多 但是在2018年 他看到苏夫比拍卖一幅画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上里面这幅画 就是这个拿气球的这个女孩 这个是原本一个很有名的 这个街头涂鸦的艺人 他所画的画作 可是你看到 在苏夫比拍卖卷 把这幅画给毁掉了 事实上这个艺术家非常聪明 因为他的这个动作 不只让他画作的价值大飙升 而且全世界的媒体都报道了这件事 就像谈那样的媒体专团 他就谈有够多了 那画面上你所看到 这是在拍卖会的现场 他拍卖完之后已经落锤了 落锤了之后 这个画家启动 让他的画作在现场 竟然透过碎纸机碎了一半 就停住了 停完了之后呢 画家就问了 包括拍卖官就问了 那个已经标到这部画作的 这一个买主 他就问他说 那你要不要买 这已经毁掉了 你要不要买 他说我当然要啊 因为这是全世界唯一 世界名画在拍卖会 在现场创作的 所以它是独一无二的 全世界 画家都是在处理外头 对不对 哪有说所有的画 都是在家里制作的 哪有可能在拍卖会现场 在众目睽睽之下 制作出这一张名画 结果这一张名画 身价暴涨17倍 他说要买之后 立刻有人跟他说 不然你卖给我 因为这是独一无二的 而且官方那个宣传效果 你可以想象 好 所以林百里 看了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说 后来用1800多万 把这幅画买下来的人 真是聪明 因为他未来就是 把它放在网路上 数位化之后 以后你想看这幅画 你就得进我的网站 他觉得这 当时是2018年的事情 但是林百里就已经想到这一点了 因为当时还没有所谓的NFT 但是当有NFT这个进来之后 你看到这幅画 未来的价值会是多少 所以让林百里觉得说 元宇宙这个商机 真的是未来非常有前景 好 实际上广达 毕竟他还是以制造为主 那我们讲元宇宙目前都要用到AR VR 事实上 他早在2015年的时候 就入股了以色列一个 就专门做AR的设备的制造商 在当年这个东西 2015年 大概也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件事情 表示林百里真的非常有眼光 就是跨如这一个嘛 好 那比较近期的就是 大家知道 宏达电的前执行长 钟永明跳出来自己创业 也就是在做这个VR眼镜 早上就是早上林百里 帮他去带工 那事实上不止 包含了Google 包含了脸书 包含了微软 通通都找上广达 希望能帮他带工 所以你看到 整个广达集团里面 他从最基本的军火库 做伺服器 然后做网路通讯 再到AR VR眼镜 你看他对元宇宙的布局 多么的完整 好 那讲到元宇宙 当然最近的CES展 大家绝对要去特别去注意到 因为真的是百家争鸣 我们如果说去年是元宇宙元年 今年绝对就是元宇宙的爆发年 其中你看到这个高通 他跟微软合作的这一个眼镜 这个VR眼镜 已经被美国国防部给准备要采用了 你想想看 这是未来多大的商机 已经不是大家以为就是娱乐 现在连军事上都准备要用 这样子的一个设备 大家再看到这个画面 你看 我有了这个之后 我以后翻杂志 看到里面什么特别的东西 我可以直接就有感受到那个装置 或者是你看到 我们买一台模型车 我以前都还要装轨道装什么 西班牙人眼镜戴上去 直接我家就可以设计成 各式各样的轨道 哇 你看到这个元宇宙 真的是绝对超乎你想象的空间 所以在这次的CES展 真的有太多太多特别的商品 也让大家可以知道说 元宇宙绝对不是你想象的 只是一个虚拟的东西而已 好 今天元宇宙是现在非常夯 而且最热的趋势 到底怎么悬股 我们来请教一下钟灵 那我们经常说给你鱼 不如给你钓竿 所以在今天我们来教教观众朋友 如何在这夯族群里头找标股 要给观众朋友钓竿 你要给鸽 对 没错 你要把压箱底的法宝拿出来 其实我跟你讲 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我相信我每天朋友都会看一些资料 对不对 你只要把每天的涨跌幅给它打出来 然后从一 我不用打100支 你打50支就好 上市的50支 上贵的50支 然后你从里面去找 最强的股票是哪些 你会发觉 他们可能都会有一些族群性 也就是有一个口诀是这样 一股启动南城气 同类三股成板块 你起码要三支 一股启动南城气 同类三股成板块 对 然后板块 板块里面再找最强的那一支 也就是 所以你一定要先找到族群 对 你要找族群 但是一般人就是 我不知道族群在哪里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最近有一次很强的 叫圆太对不对 但圆太很强没错 但是他找一支 他没有板块 他只有一支自己在鞋而已 所以像这五岸就是 你一般来说就不会什么话 就是一个人的武林 对 一个人武林 如果说你要找元宇宙的话 其实我相信 我们从10月开始就在元宇宙 到现在已经三个月了 第一段先长这个 所以他的板块其实蛮丰富的 蛮丰富的 而且如果说你看第一段的话 第一段先长红达甸跟威生 对不对 其实这有没有板块 长的是头盔 我只是找两支而已 那个时候其实不是只长这两支 你头拉过 跟红达甸有关什么 位数 立位 建达 就是王许宏董事长 下面的股票 不管没有赚钱 你有没有听过他都来找 通通起步骤 对 起步骤 也就是这部分他在告诉什么 他在告诉你板块在这边 所以观众朋友第一件事 你要怎么找标股 你先找到一个族群 这个族群有很多个股都冒出头 大家起步骤 形成了一股气候 对 然后像这种 因为新的题材 你要有点投机的气氛 要有投机的心态 你不要管说什么最不最高 你只要丝毫停顺点 停顺点 因为像这种股票 说真的 这种一表起来都是一倍数以上的 你就是跟他一起吵 十字线设停顺 十字线波你就出掉 好 那第二波呢 第二波基本上下预创亚信 这个也是什么 元宇宙是不是 他们也有板块 也是一样 就是那时候 其实不是只有这两只 那时候亚信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同达联发科 九阳 阳字什么都来了 就整票一样 你那个每天 就是涨幅前50只打出 都是IC设计 IC设计 然后又是元宇宙的 所以板块在哪里 板块就在这边 板块在这边的话 那时候最强的谁 玉创 这个基本上很多 常常都是涨停板 所以一样 最强的那一只 你就把券卡给买下去 停顺设施就好了 现在在涨什么 说真的涨那个MFT 对不对 我相信到目前为止 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我找到板块之后 我怎么在这个板块里头 又找到最有续航力的呢 他今天你叫 我怎么知道 名字怎么继续叫 基本上 我们先看这几次 据你能不能发觉 一长起来都是什么 一长起来都是倍数 都是100多% 160几百 现在涨到NFT对不对 NFT还在涨 也就是这个板块 目前正在进行中 它也没结束 那还没结束 你要确定它结束 基本上 我刚跟大家说的 10线就基本上结束 或10线就结束 可能会再整理 那你看这个霹雳 这个快两倍了 那目前有没有NFT正在动的 然后还没有涨倍数的 有啊 中环呢 中环形象没说该 娟姐 我们回到刚刚六公格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我刚六支里面 到底哪一支形象是好的 除了预创 预创亚姓可少一点 我觉得霹雳不带细形象不错 对 但是之前多久没错 也就是其实这几次股票 所以你看好中环了 对不对 因为它现在13块对不对 一支股票如果要炒的话 先回到净值 它净值在15块5 它净值还没到 而且NFT说真的 这个要等大家搞懂 这个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像这股票 基本上现在正在涨 然后净值还没到 然后呢 所以正在涨 然后涨幅又还没有一倍以上的 就找那样的股票 就找那样的股票就对了 然后胆子大一点 对大大一点 破失线再出 没破失线 不用怕 而且不要管它的本益币 不要管它的基本面 对 没错 基本上都可以这样 怎么样 最夯族群找标股 在今天教你这一招 观众不要用看看 Phen 是的 怪不得 на 鹨 很 刚 rogue ificant Beatles 以前 总 melee 故 kadın inten 感谢观看